那時候我就是台海危機 我家人就寫信來說 欸那邊很危險啊 你要離開啊 那邊會打戰喔 如果他知道我已經放棄美國國籍 已經是這邊的軍人的話 他會抓狂 那他知道你在台灣當兵的時候 他是什麼反應 我退伍之後再跟他說 那天要去殺豬 哇 全身都包起來 好臭 臭到不行 有人去墊 墊豬 希望把它墊死 然後打針 獨死 然後摔死 有一個山丘他就給它摔到下面去 我是在下面 脫屍體的 對 脫屍體 那我跟班人說 我可不可以換別的地方 他就帶我到一個小屋子 裡面都是小豬 他說你可以處理小豬 我說 我回去好了 那個是太可怕了 你這麼喜歡這個地方 可是看這些 這些那麼莫名的批評 你的感覺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沒有人在批評 你怎麼進步 可是很多批評是很不舒服的批評 但是你允許人家批評的話 你必須要接受所有的批評 你不能說這些批評是合格的 這些不行了嘛 那我們就變得跟大陸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 什麼人都有 什麼話都有 這就是我們的自由的社會 OK 好的 OK 好的